你跳起来用手一摘不就行了吗 哎呀 你怎么又忘了 刺猬从来不用手摘果子 是用刺去背的 就这一次行吗 不行 快走吧 哎 妈妈 为什么不行呢 为什么 我妈妈就是这样教我的 你妈妈就是这样教的 我妈妈的妈妈也是这样教的 小刺猬不明白 为什么妈妈不让他用手去摘果子 一大早 森林的小动物都在玩耍 小刺猬见到小兔子在踩蘑菇 便想捉弄一下他 好在有蘑菇的加持下 他们才平安降落 看着满滴的果子 小刺猬立马就剪了一大推 这是刺猬妈妈看到后 连忙叫住了他 你怎么又用手捡果子了 你再看我做一遍 记住 咱们刺猬是用刺去背果子的 来 试一下 小刺猬见葫芦画瓢 学得有模有样 这时小刺猬发现树上 有几颗又红又大的果子 他立马叫出妈妈 想要让他帮忙摘下来 可妈妈连续跳了几次 都够不到果子 没有办法 妈妈只好用身体在树下 不停地摇晃 然而折腾了半天 还是没能把果子摇下来 自己反而累得够像 小刺猬见状 对妈妈说 你跳起来用手一摘不就行了 妈妈听后又开始教育她说 刺猬从来都不会用手去摘果子 而是用背上的字去背 小刺猬想不通 为什么会有这样死板的规矩 等妈妈离开后 小刺猬没听她的话 偷偷地溜到树下 一个冲刺便窜到了空中 随后抱着果子来了个360度旋转 将果子成功地摘了下来 妈妈 妈妈见小刺猬抱着大果子 便问她 你是怎么弄来的 我用手 这么一摘 就下来了 真是用手摘下来的吗 妈妈生气地让小刺猬 把果子扔掉 可小刺猬却不肯 还赐了妈妈一脸果汁 就在这时 竹木鸟大叔经过 告诉他们不要再吵了 前面还有更大的果子 小刺猬听后开心地跳了起来 等他们过去时 才发现原来是一个大西瓜 为了教育小刺猬 妈妈决定把西瓜背回家 给它好好上一课 然而不料西瓜实在太大了 妈妈根本无法背动 为了找回面子 刺猬妈妈来了个百米冲刺 然而不料用力过猛 直接将自己 扎在了西瓜上面动弹不得 孩子 快 来帮帮忙的 哎 来了 小刺猬听到妈妈的求助 连忙将西瓜转了过来 妈妈接力将西瓜背在了背上 然而不料西瓜太重 直接将它压进了西瓜里面 见到这一幕 小刺猬吓坏了 连忙叫上小白兔帮忙推西瓜 不料一个没注意 就把西瓜推下了山坡 还好其他的小兔子见状 连忙在山坡下面 搭建了一个小山坡 才将西瓜拦截下来 就在这时 竹木鸟大叔闻声飞了过来 小刺猬 出了什么事了 我 我妈妈 我妈妈给 给 给大西瓜吃 吃掉了 快把刺猬妈妈 救出来吧 听了小刺猬的话后 竹木鸟大叔连忙展开了救援 只见他在西瓜上面 开了一个口子 成功将刺猬妈妈救了出来 吃了苦头的刺猬妈妈 说这西瓜太大了 既然被不动 那就不适了 然而话音刚落 小刺猬带着小兔子 便推着西瓜往前走了 妈妈 快来帮帮忙啊 回家吃大西瓜喽 这 这办法 我妈可没教过我 喂 你还等什么呢 啊 快追上去吧 哎 这个故事告诉了 不能一味地 顾不自封 没守成规 要结合实际情况 灵活地解决事情 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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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